在上一节中,我们讲到了陆营军是如何形成,并且在形成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。 这一节中,我们将具体分析,清朝陆营军是如何走向衰落和灭亡的。作为清朝两大正规军之一的陆营军,在最初时,虽然受到种种限制,战斗力有限,但担任的职责较多,除了一般的打仗,担负国防重任外,陆营军还要维护地方治安,防止百姓造反,又要担任和工、操运、守灵,杂以这些事情。 不过,随着八旗军实力的衰落,陆营军开始成为主力军,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时,陆营军就比八旗军更加能够担当重任,但是这一情况并没有维持太久。 这件事过后不久,陆营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,他们不仅无法担任正式的作战任务,甚至连正常的阅兵训练都无法完成。 陆营军在皇帝阅兵的时候,弓箭射不准,骑马也不行,在乾隆后期镇压白连教起义的时候,已经无力再战。 嘉庆末期,虽然在陆营军内部经历了多次变革,才撤了很多荣源,但依旧无法挽救战斗力。 这是因为陆营军的衰落并不是短时间的,也不是只有一两个毛病。 击毙已久,难以挽回。 清朝的时候,陆营军兼有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,他们的军队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不防的。 这种做法,有力有力,最大弊端在于,因为过于分散,难以进行管理,再加上太平日子过久了,军纪容易出现涣散。 而且,陆营军本身的凤禄不高,很多士兵常常会领空想,搞其他收入。 一些士兵平时就是街上的小贩,根本没有参与训练。 当然,陆营军的衰落,跟凤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,凤禄极高的巴西军,一样走向了衰落。 如果一支军队把心思放在捞钱,搞灰色收,利益上面,缺失了最初的理想。 这样的军队,迟早是要出问题,衰落也是必然的。 到鸦片战争时,双方差距就更为明显,陆营军无论在武器、操练、军队动员上,统统别人,最后吃了大亏。 当然,即便是走向衰落的陆营军,仍然没有那么快走向灭亡,因为他们仍是清朝的依仗。 在嘉庆时期,陆营军就开始变革,很多领空想的士兵被踩扯,多出来的这笔钱,用来招募新的士兵,这样可以增加陆营军中,真实士兵的数目。 后来陆营军又经历过一番更大的整顿、重建,清朝依然希望他们能重新成为手中的钢刀。 但是不管如何变革,陆营军的这种体质、武器、风气,都已经难以适应晚清那个快速变革的时代,刀磨得再锋利,也挡不过子弹。 他们自身的风气,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。 太平天国起义时,已经证实了陆营军的无能,这才有了乡军的出现。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失败,更让陆营军难以维持,北洋海军的覆灭,让清朝急需一支新的力量来巩固国防。 海军重建太慢,组建新士陆军被看成一个新出路,而战败后巨额的赔款,也让清朝义时到维持陆营军对自己财政上的负担。 所以,陆营军开始被逐步踩扯,直到彻底消散,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,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脑洞外星人,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